從高雄起家的八藥河茶 回軍北上 第一間門市就開在新北市三重 都還沒有開門 店旁邊的巷子就已經出現了 超長的排隊人籠 排隊人潮相當的誇張 沿著大樓幾乎是繞了一整圈 這樣已經這樣一圈 然後延伸到這要繞一個圓了 對 很可怕 應該是膽公車吧 公車白 他們在排這個索妖影店 太離譜了吧 公車站排 民眾排排站 這些人真的不是在等公車 八藥河茶主打日式和風 自然茶 又香系列受到不少人喜愛 開店首日人潮有多多 攤開地圖看更加清楚 開門才不到30分鐘 人潮從店門口沿著台北橋 捷運共購大樓 繞了一整圈排到捷運站出口 業者初估至少兩三百人 人七點半過 然後才從中南部上來 所以特別想來喝 那之前就想要喝的時候 也其實也喝不太到 他端端跑到台中 那現在台北他就想說來排 排隊人數不斷增加 業者也貼出公告 至少得等一個小時 也有民眾認為實在排太久 不如到鄰近的新竹河 我覺得真的排滿久 剛卡到一個小時以上 不過八藥選在三重這個位置 其實也是飲料的超熱點 文化北路加上鄰近的正義北路 四強路整個三合夜市周邊 就有將近三十間手搖飲店 而中南部飲料北上拓點的 除了八藥和茶 還有手搖飲南霸天茶之魔手 今年三月九月陸續在台北松山 新北永和展店 台南手搖飲品牌玉絲長 日前也進駐大巨蛋美食街 各家業者選在雙北 以及戰區開店可市場競爭激烈 能否在全台展店搶下一席之地 恐怕也是未來的一大考驗 東森宣學一助未有臉在新北市採訪報導